它是最丑的熊猫 走路看着缺钙 大腿一拧就断 两眼全都看不见 全身上下也就肚子吃的丢圆 别的熊猫圆头圆到没烦恼 可可爱像快宝 可是它却长得像个乞丐 可是别看它长的丑 身份却高贵的狠 作为野生大熊猫 它刚一晕到就被夹急送进了手术室 明明是只熊 大腿还没人胳膊粗 医生也好奇 它是怎么支愣起大肚子的 一摸才知道出事了 这合着是一肚子水啊 医生赶紧给它做了检查 一查情况更糟了 肚子里的坏水都快把心脏给压趴下了 全身也没几根好骨头 拿手电一照 左眼是彻底瞎了 右眼也是个白内障 牙却比别的熊猫都大 多半是没少啃树皮石子 本来它就丑啊 为了检查毛还被剃了 气得它上不来气 吸了半天一样 医生只能把它送回龙舍休息 等待医院的安排 在它的笼子外 另外一只野生大熊猫 就比它幸运的多了 不但是彪肥体壮 而且还过起了30岁的生日 最气人的是 还有130个孩子 子孙遍布全球 都是野生熊猫 怎么人家就这么成功啊 很快 它做手术的日子到了 麻醉后的它 被绑在了手术台上 身上装上了各种各样的仪器 医生切开了它的眼睛 却也犯了难 它的精壮体 并不能够正常取出 我赶快停止手术 扩大切口 然后把这个白脸蛋给它拿出来 手术完成了 它也再次回到了龙舍 可是它好像还是看不见 依旧不理睬医生的动作 但是它吃货的本性 却彻底暴露 一把抢过了苹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 它便好看了 可是它这独眼熊的样子 还能回归自然吗